欸他選的我們很低 真的 他怎麼好難啊 他把我們講的好像 人性的黑暗面的 好煩喔 我都可以全部重回答嗎 對 你就把這一段段然後 我們念稿 我後製配音 然後你幫我截到剛剛我跟小賴那一段 回答得好好 不要搶 因為回答太好像被討厭 我們全部要倒閉啦 怎麼辦 我們全部要倒閉啦 我們全部都人性化黑暗面的選擇 怎麼辦 小賴我們隨意已經破出去 不會啦 先跟大家道歉 我們表現就是 我們剛剛可能喝醉了 我們不然把黑暗面講出來了 對 我們剛剛真的喝醉了 大家都不應該這樣 下一個是S 他說他和男友交往三年多 男友180公分 條件非常好 也不會跟女生亂來 跟他家人也非常好 但最近有一個問題是 他在星巴克的時候 碰到一個條件更好的男生 191公分跟我搭訕 33歲事業有成 留學背景有車有房 金融公司的經理 我問他怎麼看待說我有男友這個關係 他說我會認為是 是抱歉我來玩了 但還好我們相遇了 我不會跟你壓力 但我就想要跟你待在一起 他今晚的當下沉船發生關係 回到家看到了男友 還是愛男友 兩個截然不同的男人 我真的很難抉擇 麻煩各位 如果太貪心情罵醒我 他已經跟人家發生關係 你就是綠插錶 你就是綠插錶 但我也會這樣做 哈哈哈哈 這個好像 那個男人好像真的很厲害 這男人太強了 我覺得我有一個很類似的故事 反正就是我朋友 他也是跟另外一半交往非常久 然後他一樣也是遇到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也跟他講 跟這個人講一樣話 我知道你有男友 但我只想告訴你 我喜歡你 但我不會比你分手 我只會等你三個月 他有事 你沒有要分手 那我就會走 但我只會說 我現在是喜歡你的 你可以自己選擇 因為大家都成年人 就是我不會比你做什麼決定 我朋友跟他另外一半交往 七、八年 人在交往九 一定會怕下一個 會不會不好 或是幹嘛 可是他因為這個 什麼都好 講法 他覺得 怎麼辦 他真的有在動搖 然後最後他分手了 跟那個人在一起 那我覺得所有小三都應該要這樣子講 對 沒錯我覺得是 女生這樣對一個有正攻的男生這樣講 會加分的嗎 會啊 因為他不會給壓力啊 男生只怕壓力 我會加分的小三 你還這樣講嗎 雖然比較自私 就是我可能會 挪一點時間跟他相處看看 也許他的這個花言巧 只是為了想要跟我上一次床 但我是覺得 不要再上床了 就是 我先 維持友好關係 不可能 你他媽騙鬼啊 他們一定會一直上 我只是講 那你自己做不知道 對 你知道突然來個刺激暈船 可能 maybe 蠻容易的 但是有人在約會的時候 就會創造說自己很完美的一面 對 搞不好他是個爛人 對搞不好根本他沒有有車有房 他講你怎麼會信 或是不適合你 或他根本不是33歲 可能是55歲 因為他現在就是賭博啊 那你可不可以用朋友的心態先跟他相處 就是對啊 不是他被大罵 就是狡詐批捕 你就專情吧 沒有他裝不了情啊 現在就動搖啊 變成ChapGVT而已 對耶怎麼就政治正確好關槍啊 就因為正義謀人 因為穿APP的人 都會看說 屁人屁人小爛 叫得好爛喔 GVT不是APP 隨便啦 我們想Can AI 任何東西 反愛愛代表跟 擁護AI代表 我沒有擁護你不要搞亂笑 我不會再也接不到 我不會再也接不到 我不會再開始這個辯論 我不會再也接不到 任何AIC的產品 我要尿尿 我還是愛AI的喔 AI智慧的產品 我是可以找代理的 我其實是AI不OK 但另外他也想要問的是 如何分辨是一時被新鮮感迷惑 還是它有可能是你的真正的本命 本命 你要時間去 這你要時間去證明 而且其實 沒有本命沒有那種一瞬間會知道是不是 對 你怎麼會知道 你們兩個剛好現在有交往 那你們會怎麼想選擇 我現在把一個現在要直入 我現在把一個現在要直入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很想要成為一個 不是剛直你們兩個 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你也加入 好 Angela baby 就是你死會 可是沒結婚 那就會跟新的在一起 他會斷掉舊的 你會斷掉舊的啊 我會 如果舊的真的非常契合 跟快樂的話 我碰到他的時候 我會沒有什麼感覺 他會撞好人 屁啦 我在不相信的 男的一個 對啊 Angela baby也比你老婆沒很多吧 又很多啊 對啊 哪有的嘴誰要聽啊 通常一個你超愛的現任 然後發生一個是 這個人條件比你現任好非常多 我覺得專景要爆 要不要裝好人 哈哈哈哈 我通常會 你會去我的你身體 欸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 愛上一個人 我就看不上別的東西了 這目前還沒有真實 好你現在想想 你現在想想 你現在想想 你跟前衛 不是他都這樣講啊 跟前衛講 然後想 劉樂優米出現了 然後在酒吧說 來 我很喜歡你耶 劉樂優米我直接哭出來 哈哈 結果看不上別的東西 對啊 對啊 你不能選一個這麼完美的條件 很難選啊 這個人就是 就是這樣 因為他把他講的就是 對 對他來講 他就是他的油盤 190幾公分 190幾公分 對啊有車有房 他是好一點而已吧 沒有他就是 好多文美的 條件更好的人 你問我會不會上台 會不會分手 會不會 會不會暈船 你會不會暈船離開你現任 沒有你會選擇怎麼做 好 好如果是我 劉樂優米來 我會先跟他發生關係 然後跟他多出門 但我不會分手 我是用那種很渣的方式處理 那你會 那你會覺得啊 你對現任不好 回家的時候看到他 不會啊 沒有我用朋友的姿態去 吃飯 做愛這樣 不是做愛吃飯 就直接做一次 沒有我說前面 逼不得已做一次 他先做一次 有沒有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沒有迷不得已做一次 沒有迷不得已是你自己想做 來喔來喔 快來喔 對啊 他再轉投你就裸體了 根本哪有什麼 沒有 他一在先勾引我才會出手 我不會主動去勾引別人 但你沒有say no啊 對啊 要劉樂優米其他人我沒辦法 只有看不上別的東西 就是會交往 然後出現 然後出現索爾 哇靠 好像真的會跟你一樣欸 對啊 因為沒有說也不是說我們觀念不ok 就是渣啦 我們就是渣體質 人性 戶禁天責 對 剛才的戶禁業 戶禁天責 戶禁人牆 那你們給他們多長時間 發生關係跟朋友關係 繼續跟他交往 沒有 一般朋友吃飯就好 他沒有一次要跟你吃飯 都要做嗎 一做就不行 純做就知道 沒有純坐,就只是自然發生 那我坐前面幹嘛? 聚約會啊,一起去看展啊 那我不會做,不會再做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是因為可能當下氛圍 但第二次我必須覺得這是錯的 所以我不會做 我就是會吃飯看展覽結束 然後我會觀察他一天的行為有沒有破綻 沒有沒有 都完美 都完美啊,送你回家 你說這一個禮拜都完美嗎? 這一個月 都完美 是不是很難? 都完美嗎? 然後他確定會跟我在一起 他一直想要陪在你身邊嗎? 你真正交往跟這個時期應該是有一點落差 因為這個時期還是熱戀期 就是最美好的內容 那我現在翻出他跟我現在現任的熱戀期的感覺 誰讓我快樂比較大我就選誰 你還評斷的出來 那你現任就是為什麼突然變了一個人? 你怎麼哭笑? 變化 沒有看他 怎麼了?現在有遇到男生 可不可以我亂講 冷氣熬冷 好冷啊,吹到我頭了 你看我 不玩屁啊 我可能會斷掉新的 因為我覺得 我會想到舊的很多很好的 也是很棒的 沒有啦,真的 他也是因為那個GPT啊 沒有沒有,我剛剛亂想一想就覺得 他應該不會,他應該蠻專情的 他應該蠻專情的 我也是蠻專情的 就是有時候覺得說 我也是喔 太不齊了吧 不是我們也是 OK,我們就是渣體質 沒有,如果是有落差的 那大家很好判斷嗎 我就是那種有落差我也會選舊的那種 完了你們兩個姿態變好低喔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兩個就是倒閣 沒有啦 倒閣 倒閣 對不起,我從來繼續剪掉 他可以 不起觀眾 你說啊,你說啊,你說啊 我說我本來遇到的是一個渣男 然後你後面其實遇到一個不錯的人 可是你還是會被救人 覺得救人比較好 有時候會有這個狀況 這是渣男 因為我以前談戀愛的也都是 他這個例子到我們可能是比較對的 對 並沒有 沒有,我覺得最簡單是 你不要再跟他有性方面的問題 然後可能要先聊 你們有什麼共同的興趣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你想要選擇換一個對象的話 你們比較有多話題可以聊 然後真的出門幾次 但朋友的立場出門 反正人都可以交朋友 你們不要再做愛了 但是很難跟那個一半 出門成功 不要做 不要再做了 這很難跟另一半交代 不用交代啊 我們應該要想一個解決辦法 因為我們以往都會 怎樣 沒有,就是因為我們的價值觀一直在改變 他的問題就是 沒有,他的問題是說 以往的時候我們都說 要對原本的現任是要有一個交代 告訴他說 抱歉,我現在有點喜歡一個人了 但我有沒有不願 假如你的男友就這樣 你男友跟一個Android Baby出去 他說是我的配合 沒有,確定 就是我們被騙的這一方一定都會很不少 但人就是要選擇更好 人一定是這樣 沒有,人一定是這樣 就是物競天走 下進公司 一定還要拿到這個筆訂單 每人都要讓自己更好 對 但你的意思是說 你跟這個人繼續去當朋友出去 但你要當朋友當多久 對啊 我其實不知道 沒有,就只能幾次而已 幾次 出去了四次都超開心 所以你會決定在第四次的時候 更舊 我就會先停下來 停心對不對 不要再跟他出門了 然後我要跟現任繼續 就是談戀愛嘛 這樣講,但我很壞耶 我自己會覺得 好,我再回到舊 然後跟他認真 不要有新的誘惑 那如果在中間 你滿老實想外面的話 對 那我可能 真的 就必須分手了 我就會分手了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 那我舊的求你哭 我們的回憶什麼 我幫他擦乾眼淚 拜拜 沒有啦 沒有啦 一定會覺得很難過 但這個選擇是你必須要決定的 因為對不對 沒辦法 你就只能選一個嘛 對 不然怎麼辦 那就是你的選擇 就是你的賭注 因為我常常會覺得說 假設我今天真的 這幾次 三四次約會 真的都好棒 就選他 敢被打 你要自己承擔 就是願讀服輸 這我也沒辦法告訴你 正確答案 就是約一個 因為我覺得約一個 也不合理啊 其實好像沒有在一起 你都很難知道對方 他到底是不是好人 對啊 因為他剛剛講的那些條件 都只是表象的東西 因為不知道他這個人 真正三觀 對啊 誰知道交往後 隔天 有時候有可能會騙你的 就我們不是自私 就是 就是自私 人回 人生本來就是自己 大家都告訴我們要愛自己 就是這樣 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然大家網友有沒有更好的 大家網友有沒有更好的 其實沒有啊 沒有更好的 那我其實直接簽一簽啦 就來自私講嘛 大家網友說專情都是專情 你們要想你們如果條件是 因為如果 你可以殺出一個索爾 你滿老回家的時候 如果是網路上 下明的一間一間一間 你一定要和平的結束 原本的關係 然後再一次斷信 然後不然完全PT 三年多 你剛才沒講都沒有問題 有啊 他有什麼問題 三年多我可能會真的 放不下 會比較猶豫一點 他很猶豫也是做啦 沒有做的就是比較歸類在刺激那邊 個人就會做完會馬上審視 我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講一句很厲害 條件好不一定能帶來真正的幸福 他的論點是誠實告訴你男友 誰會去講這件事情啊 你要說我昨天跟那個 所以就變開放式關係 他寫得我們很低 真的 他怎麼忘了 人心的黑暗面好煩喔 OK 全部重回答嗎 好 那我們全部知道這個回答 首先呢請 對你就把這段話然後 我們念稿 我後製配音 然後你幫我截到剛剛我跟小賴那段 沒有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人類的回答 真的好低俗喔 他最後還有一個超級圓滿的 最後請記得關於愛情 沒有答案適用於所有人 好討厭 對啊 回答得好好 對啊 因為回答太好先被討厭 我們節目要倒閉啦怎麼辦 我們節目要倒閉啦 現在回答多完善 面面俱到 句子流暢 怎麼辦小賴我們水已經泼出去了 不會啦 先跟大家道歉 我們表現就是 我們剛剛可能喝醉 對 我們不然把黑暗面講得出來 對我們剛剛真的喝醉 大家都不應該這樣 請你鍾愛自己的原配 請你專情 專情專情 說而不重要 什麼遊樂優迷也不重要 重要 我也許我不中情 但我無法對我感情不中 所以如果你們 那第一碗會做嗎 你們如果是結婚 就會有這種答案嗎 如果是結婚 結婚我不可能做 劉樂優迷來我會覺得 好可惜這樣 他表表偷出來超大 他先偷 他先偷了 I can't I can't 把他收回去 他要關門 I can't 拉回去拉回去 然後羅勒這樣 Sorry See you myself 你會不會把他弱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點像是中樂透一樣 對 你都中了 你不去領獎嗎 對啊 要我領吧 對啊 難得中一次耶 真的是下輩子 可能也沒有機會耶 我們下輩子再被懲罰 要不然怎麼辦 沒關係 但如果誠實告知另一半 不用啦 你會把馬克 對 如果你今天 結婚 你結婚了 結婚就不會 不可能 你也是都說會 美國藝人 遇到 Andra baby 好 會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 滿意了 沒有辦法 外收不掉 對 現在講別禮 下的小孩生 安晴在求利 對 一直講到你會的為止 對 好 拜拜